31块631块吧 这个是那种野生的毛利 老三 干嘛 你去捡点葡萄 我们给板子卖掉吧 多点品种也多点选择 这样要好卖一点 葡萄也不多了 下次吧 包在我身上 我肯定把它卖掉 好行行 那上午谁的板子呢 都放在车厂上去来 那走吧 走抓紧 今天一共带了有60斤板栗 看能不能把它卖完 多少钱呢 6块 我搞个10块钱 回家吃一下吧 可以 现在正是吃板栗的季节 我们那里基本上是 每家每户都会重一点 所以这新鲜的板栗也不是很贵 大的6块 小的5块 大的6块 小的5块 这个做个糖炒鱼的也好吃 反正行鲜的 你怎么做都好吃 嗯 对的 好慢走 好吃 下次再来 5块钱一斤 这种大的6块钱一斤 有炸锅 有炸锅 对 炸鱼粉 可以 吃的就是一个行鲜 31块 631块吧 这个是这种野生的毛利 板栗还结果好买的 你要相信新鲜的这种产品 肯定好买 下鱼哪个白的 我买的 8块钱一袋 拿这个好嘞 好慢走哈 这袋子里面也不多了 够了够了 不要赚那么多吃了 都摆个来的好看 满出来的冰环 这个是野版的 今天晚上很有行啊 在这里聊几天来了 这扇鱼这么大不小 拿下锅重了还好吃 要撑两斤是吧 这个多少斤 这个5块 这个6块 15块815 好吃再来啊 这小里的已经卖差不多了 这搭了呀 才卖了一半 时间还早来 你不要急啊 这才几点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今天不卖完不回家 那不行 卖不完明天卖 不是你讲的吗 这个好卖 出乎我理解了啊 这才多少斤 有十来斤不 你自家都有 自家有人买吃 哦 小里的已经卖完了 交成点大里子了 你回家越来越近了 8块钱可以吗 放在上面啊 好慢走哈 把利6块 嗯 14块了 14块 15块钱 慢走哈 好 接下来 穿件衣服 要把你没买掉啊 再冻感冒了 正好有天冷了 天渐渐凉了 嗯 天资越来越冷了 姐妹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是吧 就这么一点了 也不至于再等了 那行吧 来回家 今天视频就分享大点了 我们明天再见 哎呀 你看你最后也都帮我讲了